这里所看到的是三水田园里面的一个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其实也是开了很长时间 现在其实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装修 如果说要进去里面它是有一个门票 成人是30块钱 小孩10块钱 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这个动物园里面有什么动物可以看 这里进来之后我们看到右手边有一只大西瓜 像一个房子一样 里面关着一头长颈鹿 我们看到这长颈鹿谈情默默的在看着我们一样 现在还在里面它没出来 这里面就是它的活动空间 这里看到的就是梅花鹿 我看一下有多少只 1 2 3 4 5 6 7 8只 有8只梅花鹿在这里睡午觉 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些比较劲爆的动物 看到没有 这里有趴着十几头鳄鱼 正在睡午觉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看到没有 又张着嘴巴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里所看到的就是非常有名的黑天鹅 有黑天鹅也有白天鹅 那么黑天鹅呢它主要是产自于澳洲 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种观赏性的鸟群类 这里所看到 躺在这里非常乖巧的就是非常可爱的羊驼 其实羊驼呢它的性格是非常的温顺 胆子也特别小 有时候你去讲话大声一点呢 可能都会把它吓到 所以在看羊驼的时候呢 大家要保持安静 这火鸟都逃出来了 看它好像在这里是想回到笼子里面去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 这里看到这个火鸟是比较大的 我们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火鸟为什么叫火鸟 你看它的整个头部长得就像一团火一样 包括这边还有一只白色的也是 看到没有 这里都写了注意安全保持距离 看这个笼子就有点吓人 看看这里面是啥 哇有一头猪 好肥的一头猪啊 这个猪应该也不是普通的猪了 这个叫豪猪 我个人最怕的就是蛇 不过我看到有像这里面 传的有那种大蟒蛇啊 其实就有点吓人 要成功吗 好肯定 好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